大家好,我是诺瓦君又到了这个新番追踪的时间这一季个人觉得看的还蛮多的那废话不多说就来说说我这一季追了哪些新番吧? 跳水男孩原作是曾惠都绘画是池也雅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比较让我感兴趣的地方不过也不至于无聊可能是因为跳水的动作就只有那些所以导致比较无法达到像其他体育竞赛那种刺激的氛围感希望后期能够把比赛那种刺激的感觉给表现出来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剧情就我个人而言来打发时间也是不错的选择 狂赌之渊原作是河本燕绘画是上村透一开始就为我们带来各种不同的精彩演绎还有早见沙之那高超的配音技术以及孟子的人格魅力再加上刺激的故事剧情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啊 而且赌注也越来越大又让这部作品增添了不少的刺激感总之每周都很期待下一话能带来给我们什么样的演绎呢? 喜欢赌博墨试录的朋友这部你也一定会喜欢的哟 猜谜王原作是山鸡归于子 很普通的开头就是女主一开口有点疑惑毕竟那声音跟女主的形象实在是不怎么合适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其实猜谜的部分我觉得普通平常互动的部分我倒反而还比较有趣看来我这种废宅不是很适合观看这种类型的呢 总体来说还不无聊秉持者竟然都坚持到现在就再多看几集观望以下的心态就先继续观察当中吧 靠新翻推荐又爆了恋爱与谎言原作是无撒窝 很奇葩的法律规定想说这种政府规定的法律怎么挣扎也只能乖乖接受了结果原来是男主的未婚妻在那边闹事啊本来都要放弃的男主 这个一看就知道会发展成三角恋泽泽我就坐在这边看他们要怎么收尾话说被强迫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难道都不会想搞婚外情吗 光是想想就觉得好兴奋呀最后我只想说第三集太近保啦时间支配者原作是彭杰 一部跟时间相关的作品虽然是这样说不过也是在坎坎怪就是了也不是什么很高深难理解的作品就是对于黑发深感同情有这么样的一个不正经老爸实在辛苦 而且又遇到一个自称自己老妈的人也是个不正经的黑发根本是隔壁小明跟隔壁小美生的吧 个性也差太多了虽然那个妈妈看起来很可疑就是了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原作是伊丽张无插画是知识剧 一个OS蛮多的男主看来现在这类型的都还蛮受欢迎的呢 是一部关于你不读书就没钱花的作品总之就好好努力吧 毕竟我的快乐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啊哈哈 话说男主你绝对跟文豪的古旗脱离不了关系我合理的怀疑你妈应该是耐续没 不要问我为什么 最游记雷洛德布斯特原作是风操和野 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在不断的杀杀小怪 到七八级以后会有些转折恩 也许吧比较能期待的也就是看起来很像大魔王的那段了 如果没有也是没差拉当看个爽片放松放松心情也是可以至少人设方面还蛮有趣的 虽然名字都取自西游记但是性格却大不相同就这点倒是还蛮有看头的 法克阿波克里原作是东出又一郎插画是敬畏以四恩快点来场大乱斗呀 前面有稍微的透露出一些战斗的场面真想看双方互放宝具那视觉效果还蛮爽的 每次看到这位大叔的背后都会错看成水手符啊 来人啊是只有我会这样吗 我的眼睛到底怎么了 这颗行动电源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真是令人期待 最后虽然阿福不会怀孕但我还是投真的一票 舞动青春原作是逐内有 恩这是一部比我想象中有趣的作品 就剧情来讲没有我想的那么枯燥乏味在练习舞蹈的过程中 时不时会穿插一些互动再搭配一些很特殊的表情 让人能够瞬间放松一下心情 这些拥有丰富个性的角色使得整部作品比较活泼 所以我真的不是看到女主才决定看的阿董 可可总之她还算是我这一季蛮推荐的作品之一 这一季我追的翻就是这些了 除了物语还没开始播放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了